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到期了 我来布置一下行动方案 今天晚上八点 日口我会在歌舞厅包场 天赐良机啊 咱们七乐夸杀 三下五出二给他来个一勺会 方副官 你想得太轻巧了 这次出席包场的 都是小日本的药人和首脑 他们会加强警备层层设防 况且你必须把林队长救出来 让我们去救林涛 对 我们先动手 到时候一定会惊动小鬼子 他们会像群狼窝子狗一样扑上来 你呢就找机会把林涛救出来 那你们怎么脱身 既然是机会 就不能轻易放过 我们一定要想出一个万全之策 你们看 这是关押林涛地牢的平面图 是我们地下党的同志 好不容易搞到的 你看这儿 哥哥您说什么 您要在歌舞厅给特使先生 举办一个音乐会 这有什么不妥吗 不是不妥 是非常非常的不妥 说说你的根据 中共地下党和国民党黑虎 无口不入 您要在大庭广众之下 举办这个音乐会 我们拿什么保证特使单权 我们可以派重兵 把歌舞厅围个密布透风 就是只苍蝇 别想飞进去 这只是您的一厢情愿 过去我们认为绝对安全的地方 不都出了问题呢 法秘密必有一书 这也是我们过去最惨痛的教训 嗯 江川 你真的是接受教训了 哥哥 您这是什么意思 孙子兵法营 实则虚之 虚则实之 既然中共有机队和国民党的黑虎 无处不在 那我们为什么不给他来个真真假假 虚实难辨 虚实难辨 嗯 哎哟你们怎么才来呀 您能把活人活活的急死 您也不看看今天是什么阵势 还这么慢悠悠的 要是出点什么岔子 我这脖子上还不得添块儿乱大了疤呀 不是说好晚上七点 我来化妆的吗 你看看 现在才六点过十分嘛 您是真不懂还是装糊涂呀 琴师得试音 您也得先跟乐队合一合呀 这七折八扣的 您看这时间还够不够吧 亏了他们还没来 要不然他们对我拍桌子瞪眼睛 那是轻的 真发起火来 把刀往外那么一抽 那我还不得撕拉撕拉的呀 走 跟我进去化妆 哎 等等等等 黄军专门叮嘱过 今天是专场 闲杂人等一律不得入内 我的化妆师 怎么成了闲杂人等了 那我算不算是闲杂人等 不进去就不进去 我还不伺候了呢 哎哎哎 我的火足中央 全进去 进去 我还不成了闲杂人等一律不得了 我还不成了闲杂人等一律不得了 你就可以听深情 idamente 我还不成了地 你就是今天晚上演唱那位女歌星 是 我奉上风的命令 特地前来请您去唱堂会 本小姐从来不唱堂会 既然你们说好了包场 来这里就是了 泰军 这两把磁道扎下去 包场事情就解决了 小姐还是得去唱堂会 小姐 小姐 您 您救救我的命吧 小姐 您 救救我的命吧 好 我去 去 泰军 我们都去 不 谁啊 站住 他们是我的经纪人 化妆师还有跟班 我需要他们 不行 今晚的堂会 只能是你一个人去 这些小鬼子真是太贼了 他们必须继续地在咱们软脸上捅了一刀 队长 你一定要想办法救我们大姐 你别再犹豫了 是该下决心的时候了 走 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 人生何处不相逢 漂亮的小姐请接受我的敬意 谢谢 谢谢 我也一直期待了今天的到来 夜色多么美丽 而小姐的容颜 就是那么的鲜艳 我想小姐的歌佛 已经更加美妙了 为我这个天皇特使 展示天籃之眼 好 您是天皇特使人 可以 队长 咱们怎么办 咱们连他们这个鬼堂会 在哪儿唱都不知道啊 大姐身上只带了一把软件 依她的性格 她绝对不会因为鬼子人多 就不出手的 没错 必须当机立断 你真的不想和我去 是的 我不能去 你就那么讨厌何一曼 不是 好吧 那我自己去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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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换衣服 你干嘛 谁呢 那我今天不认识 有一点 三姐 你能收货真有劲儿 将来 日本鬼子要是画阎王爷 请我来给他们做模特儿 那我呢 你 锁命判官 好 那我就专门锁小鬼和命 上车 特使先生 我们大概什么时候开始 姑爷已经从司令部出来 他一到咱们正开始 特使先生 伍野军 你怎么总是姗姗来迟啊 特使先生 实在对不起 我被一点小事办住了脚 既然已经来了 那我大概需要十几分钟稍作整理 我们的到时候 有一点多种 我们的到时候 请不吝点 我们的到时候 我们的到时候 我们有一个派对 黑端定就是这里了 那 那已经换上他们服装了 那就混进去呗 老杜亚的照片 你就杀进去 杀他们的血流成河 你想惊动鬼子 再搭上他写一条命啊 别说了 我有主意了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每栋洋楼啊 都会有一条下水道连着 好主意 我的豪队长 你是怎么想了这招的 平时多观察一下 那不就有了吧 我先下 这边 这边 比如说 别说 别说 在这边 路 有 这回事 也在那边 找到 你 怎么 得 你有 不 走 走 解释你 走 在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 可能是在梦里 在梦里 我多次梦到 说得好 我们彼此 都念念不忘对方 那也怎么办 非常感谢 你 能自己送上门来 那只能是死神 绝不是高阳 我们看不到 我们趁着 我们也能带到 我们要开 我们来看 我们看看 我们俩个人 我们俩一个人 我们俩个人 我们俩个人 都没有 我们俩个人 我们俩个人 都没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死 哪个车 是成林 糟了 做个事 肯定是特使先生 他们快打下来了 巫爷 你快别让人保护我 你们两个 守住门口 是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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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沫 你受伤了 没事 你就追那个特使夺回过保 不许交给我 好 滚 撤手 哪 太久小洋楼 走 我想听个娘 走 小心 开枪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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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Jessica 快把鱼心交出来 马 army 快把鱼心交出来 不准备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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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谷野呢 好了 别追了 国宝夺回来了 快撤 小圈 队长他们回来吧 队长 我们可回来了 大家都快急死了 方副官呢 好 他们来了 可以来了 老二 二姐 你没事吧 大姐 大姐 此地不宜久留 快撤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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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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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哥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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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抬起头来看着我 松山的陷落 令我两万名大日本皇军士兵遇碎 中国军队恢复点缅公路已成事实 天皇和军部极为阵度 责令速将此次战役 失职的有关人员送回东京 交军事法庭审办 是 午夜看红 从现在起 恢复你第十八师团 师团长之职 迅速整理残部 绝地反击 夺回我们的主动权 你们都听清楚了吗 哎 日军近日已将大批的细菌武器 运敌陆锡 不日准备转往战场使用 这种武器将会对我军 造成无可估量的严重杀伤 一旦敌人这个阴谋得逞 后果不堪设想 自命令一部 不惜一切代价 查明这批细菌武器的下落 并将其销毁 万万火器 包塔山 黄军的绝密 怎么这么快 就被共产党知道了 哥哥 细菌战武器的是 这是军部的最高机密 绝不是你这个级别的军官 应该知道的 从现在开始 细菌战武器这几个字 绝不许再叫我听到 好 我可以不提 但这绝对是一个噩耗 在这批武器离开陆西之前 我们必须全力阻止 中共游击队和国民党黑虎的 任何行动 全力阻止 为什么要全力阻止 中国有句成语 叫做 请君入梦 请君入梦 吓 二姐 你看谁来了 是二姐夫 这 好一群英姿撒手的女骑兵啊 下马 把你们二姐借我几分钟行吗 借什么借呀 我二姐的心 早就飞到你那边去了 你来这儿干什么呀 你想听真话还是假话呀 我当然想听真话了 那我的真话是 我想你了 非常非常想 看你 是你让我说真话的吗 我也很想你 真的 这段时间我们又可以在一起了 怎么 不就是根据阳阳电报的指示 查明这篇细菌战武器的下落 并将其销毁吗 不 我们的计划改了 改了 你有什么打算 属下认为 这是一个剿灭共产党游击队 和国民党黑火的最佳量级 你又打算又敌人上钩了是不是 你这一套愚蠢的把戏 使我们屡战屡败 你现在 又在打皇军 扭转战局的 这批秘密武器的主意了 故意抗洪 你有几个脑袋 能担负得及 这冒险失败的 主要承认啊 是 如果秘密武器一旦有个闪失 你将是大日本帝国的罪人 你是天皇陛下的密室 从司令官阁下 您误解了 属下是想利用我们的间谍海豚 现在就潜在他们内部 不妨给他来个头梁观众 真假难辩 偷梁换柱 真假难辩 你想起说给我听听 是 总司令官阁下 属下 是这样打算的 这个日本军官叫中村豪儿 陆军少将 是细菌武器的专家 陆军少将 是细菌武器的专家 给这些中国人准射 是 这个家伙 手里沾满了我们中国人民的鲜血 他为了制造大规模的杀人武器 利用我们同胞的血肉质去做实验 造成了成千上百的无人村 形成了村村荒芜 家家代孝的悲惨局面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战争罪犯 送上历史的审判台 姐 姐 姐夫 你在想啥 你干啥呢 想啥 反正没想你姐 又怎 又怎 又怎么怎 老子刚被撤了警察局长 正需要人关心安抚的时候 查得好 脚底下抹流 流回娘家去了 什么人呢 那不是我说的 现在说不定 又钻到哪个野汉子的被窝里去喽 你 不 不 那 那 那 不 不能 怎么就不可能了 我问你 你和你姐有一个好东西吗 你也是 你怎么不跟我耍性了 你怎么不跟我平级了 你 你 姐 姐夫 谁 谁还没 没个犯 犯错的事吗 你 不就 经常的犯 犯错的事吗 以后你俩的事啊 我再也不管了 怎么着 怎么着 不是 姐 姐夫 咱 咱俩就是走到天 跟天涯海角 也 也是姐夫跟小舅的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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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说什么 天涯海角 今天晚上吃饭 你是不是把饭碗给嚼碎了 没 没 不然怎么满嘴都是词呢 我 我 你什么你啊 以后 咱们俩公是公 私是私 小葱拌豆腐 一清二白 我们的任务啊 必须分两步走 一是抓捕 二是押送 为了实现第一步 我想给他来个兵不厌诈 对 好好给他放一个烟幕弹 怎么放 小葱 小葱 你说古野官复原职 对我们来说是好事 还是坏事啊 对我们来说 一郎 我在这儿 一郎 你怎么不过来 他们又合作了 这是我早就意料当中的事情 他们正在召开军事会议 进行紧急部署 怎么把你排除在外面 这正是我最害怕的事情 我担心 是不是暴露了 应该不会 如果你暴露了 咱们还有机会见面 难道 他们就不会放城县钓大鱼吗 我想 在他们还没有钓到大鱼时 他们就会被我们彻底剿灭 这又是你的一张情愿 一郎 你今天是怎么了 对不起 江川 说实话 我担切了 我感觉穿不过气了 我想早点结束 这种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 好 我答应你 等完成这次任务 我一定把你接回来 我去你帮你帮我 你不能把你给你帮你帮我 荣存大总 九九中总 横贺大总 从现在开始 你们必须忘掉过去的名字 现在的名字只有一个 中村号二 中村号二 是 大姐 有一个词我一直没弄明白 什么 你一直说生化武器 那什么是生化武器啊 是啊 那生化武器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如果从字面上理解 生化武器就是生物化学武器 也就是细菌病毒等等 这种武器杀伤力极强 破坏力极大 简单地说吧 它不是用子弹把人给打死 而是用让人看不见的细菌和病毒 把人给毒死 它要比过去闹得大瘟疫死人 还要多用 十本鬼子可真是带毒 这 这不是要让我们盲国灭种吗 他们作恶多端迟早会遭报应的 洛勇 你怎么不说话呀 我说什么 我的全家 都是死在这种生化武器下的 如果我抓到田中那个老鬼子 我一定把他造药东西给他灌下去 让他好好尝尝 祸害别人的滋味 报告 四号情报点紧急情报 说 中村在凤凰山日均三十一基地 报告 六号情报也二紧急情报 说 中村二在墨里洞日均五十一二三库 墨里洞 这俩一南一北隔着一百多里地的 谁说不是呢 报告队长 九号情报羊急情报 讲 中村在墨拉大峡谷五号上不行 墨拉大峡谷我去过 他在最东面 距离这里有七十多公里 一会儿应该还会有其他的情报员 送来重要的情报 中村那个老鬼子又出现在西面了 吴野这个狡猾的家伙 给我们摆了个迷魂阵